今天來講的過年我遇到一個超衰的事情 去屋來玩嘛然後回來的路上 突然整個變速系統掛掉 然後 只剩下部分的檔位今天就是來 還我一個清白 那個車子壞掉跟我沒關係 過年嘛春假這個連假 一般連假實在是很不想去郊外 因為到處人擠人 那不過剛好這個家裡離屋來比較近 所以就想說 逆向操作 傍晚往屋來 前進 那當然 花的時光總是特別短暫 那回到家的時候呢到了這個 家裡地下室停車場 我就請這副駕駛幫我推車 為什麼推車呢 因為 我那個倒退檔 壞掉了 只能把車子 開到這個停車位的前面 然後請副駕駛幫我 往後推推進這個停車格 那 副駕駛當然很納悶啦 因為一路上 其實沒有發生什麼異狀 因為他都在玩寶可夢 那其實呢 在路上就壞了 那 大概是 從屋來回新店的路上就壞掉了 那這個 2 4 跟倒車檔 R檔 就是在半路的時候只要 遇到停紅燈的時候我就一直在試 反覆的4 到家前是確認 往前入檔 方向的這個三個檔位是好的 那這排檔桿往後要入檔這三個檔位是 沒辦法入檔的 而且他不是說 有那種機構可以卡進去 有入檔的感覺但是檔位進不去 好像這個排檔桿他是 綁著橡皮鏡 軟軟的 就是你 行程 推到底 他手一放 那個排檔桿的自動又 彈回這個空檔的位置 我發現壞的時候就繼續開嘛 反正那個 135 前進的這三檔還能用 在35上比較陡 就 用一檔然後 轉速稍微拉高一點慢慢拖 那 只要坡度允許 車速允許 那就直接 略過第二檔跳到第三檔 好讓這個 引擎辛苦一點 好那就是 135這樣子 就 把這個 車還是安安穩的開到家 好那就很悶啦 那這個因為在回家的路上呢 遇到 陸隊長 剛好這個 路上 這個視線允許 然後 車子也不多 那我就小小的 趕快 三檔退二檔 直接 拉轉 就超過去 講拉轉好像很熱血 那這個車子平常是6000 外轉斷油 那我們並沒有拉到斷油 大概 拉到 可能只有5000轉而已啊 好超過車子就是直接切三檔繼續跑 那只有到後面一點點 遇到 比較低速的時候要回二檔的時候才發現 哎唷 這個檔位怎麼不見了 當然這個副駕駛他也在車上 他也是目睹了整個超車的這個經過 所以 當時的氣氛非常尷尬 可能 現場的人都是以為這個是 變速系統壞掉是因為我 我個人 這個一時沒有忍住超車造成 那可是 因為年假嘛 年假 車廠都沒有開啊怎麼辦 那就 就把車推進那個 停車格就 也沒辦法了 所以是要把我們這個 代步車推出來 樹立303 升級就靠了這個樹立303 那樹立303有另外一個小故事 那這個以後有空再說 反正老車就是很多小故事 好那就忍嘛 忍到這個年假結束之後 趕快打電話給這個 九十點四的 修車廠 之所以想要在電話上先做確認是因為 這個 車子 變速系統已經有問題 開進開出非常不方便 那所以我想在電話裡頭先把 變速系統的問題先確定好 那先了解一下 報價的狀況 然後在 確定所有狀況之後再 開過去車廠修 免得開來開去這樣很麻煩 那所以我的癥結點就是 一直在跟車廠的老闆 確認就是說 變速系統發生這樣子一個 就是 以 135為一組 然後24跟倒車檔為一組的這種 故障的現象 那想先跟他確認說 這個應該是 裁檔的操作這個部分的機構的問題 那應該不是變速箱的問題 我想先把變速箱的問題先排除掉 像 醫生看病一樣 病人如果可以把這些問題講得越清楚 那醫生當然就 更好 就對證下藥 還好 這個 修車廠的老闆跟我的看法是一樣的 他說這個 變速箱裡頭 他是 一檔跟二檔是 同一個變速機構 他是一個連桿 然後前後推 他是一組 如果是變速箱壞 他是 這個 一檔跟二檔 就是 在操口上會 同時有問題 那 三檔跟四檔是一組的 那 五檔跟倒退檔 是另外一個故事 確認了大家對問題的 看法方向一致之後呢 那我當然請 老闆幫忙報價 那不過 老闆當然也講 就是說 目前知道變速箱沒有問題 但是 這整個 排檔的這個系統 從這個排檔桿 到最後 連接到變速箱的部分的一些 傳動的機構 還不清楚 所以 零件傷害 沒辦法報價 也不願意報 好 那 不過至少得到了初步的共識之後 我們就把車子開過去 開到車廠之後呢 那個老闆當然是先從這個 操作端 就是這個輸入的這個部分 前開始檢查器 那就把這個 中控台 底下這個 包覆 排檔桿的這個 機構件 拆下來 然後看一下 這個排檔桿底下的這個 鋼索 這整個機構連接的一個 部分 有沒有一些損耗破損 或是斷裂的狀況 那檢查完輸入端之後就 就看這個輸出端 那排檔桿它是透過兩條 鋼索 連結到變速箱的兩個旋轉的機構 然後 藉由這個旋轉的行程來控制變速箱裡面的一個檔位的選擇 在檢查輸出端的時候乍看之下也沒有看出什麼意義 就是知道檔位進不去 但是排檔桿如果操作的話 連接到變速箱這邊的機構也會跟著動 排檔排不進去就是 行程不夠 等於是說 我在輸入端這邊做操作的時候呢 輸出端表現出來的行程 它 變動的這個量 跟 原先這個 排檔桿這邊 所輸入的這個行程 是有差異的 那表示就是中間這個鋼索 這個部分 應該是出了問題 好 這邊可以看到 這個老闆已經把整個 排檔桌 外殼部門拆掉 那裡頭是有兩條 這個 鋼索 藍色的部分是控制 左右 選擇檔位 紅色的這一條呢是 做這個前後操作的時候會拉到紅色的這個鋼索 做一個入檔的動作 所以 路上遇到的狀況來看的話應該是入檔的這個鋼索 出現的問題 如果 在以車廠它的維修文件來看 也可以看得到 左邊 的圖示這邊 它 有 兩個 鋼索連接的一個座 那 第一個紅色這個部分就是控制入檔的部分 那藍色的這個部分呢就是控制選擇檔位的部分 那可以看到這兩個 這個連結的機構它是互相呈90度角 右邊的這個鋼索呢 也是一樣 可以看到 紅色的這一邊呢做的是 入檔的動作 那藍色這個 它是做檔位的選擇 那一樣可以看到它 在圖上很 真實的表現出這兩條鋼索 它的結構有一個 90度的夾角 入檔的這條鋼索呢 它的面是朝上 選擇檔位的這條鋼索 它的 那個連接的這個結構 它的面是朝左右的方向 這個是 老闆把鋼索整個拆下來之後 連結的這個部分 這個做一個 說明 紅色這個指的就是 操作入檔的鋼索 那藍色 有點被老闆的手遮到的 這個是選擇檔位的鋼索 圖上面也可以看到 或者是影片裡面也可以看到 入檔的這個 連接的這個結構 它的中心 它是一個 金屬圈 那外圍也有金屬的成分 那兩個金屬圈中間呢 是一些橡膠的結構 那這個橡膠不是磁心的 那是 一些特殊的形狀 空心的一個結構 那所以當中間的這個橡膠 在使用久的時候 不管是橡膠老化 或者是損耗 彈性疲乏 有一個斷裂的現象 那它斷它不是 就整個的粉碎 它是 有一個斷一個方向性 所以 入135這個方向的時候 這邊的機構是OK的 它可以入檔 那在2、4跟 倒車檔 這個方向操作的時候呢 它這個機構的 破損的部分呢 就沒辦法 把這個 排檔桿 所 接收到的這個行程 是很準確的 傳進 變速箱裡面 剛剛這樣講應該很抽象 那所以我就在畫了一個示意圖 簡單把剛剛 那個老闆講的 再 很快的說明一次 它整個 變速系統 簡單來講是 右邊的這個排檔桿 做前後的 入檔的動作 然後把這個鋼索 往後拉 做一個反方向的一個 前後拉的動作 那它這個鋼索 作動的時候 會透過這個 外面這一圈 金屬環 然後帶動中間的 橡膠 結構 來拉 或者是推 裡頭的 金屬環 然後再透過這個裡頭的 金屬環呢 拉動 變速箱 的一個 入檔的機構 那所以 整個 變速的傳動系統裡面的最重要就是 1跟2 這個兩個位置 的 橡膠結構 因為這兩個 橡膠結構是負責 傳動 這個內外 兩圈 這個金屬環的 推拉力道的 結構 那 先講為什麼 135 這個檔位 是正常的 是因為這個排檔桿我往前 入檔的時候 排檔桿底下機構是往後拉 會把鋼索往後拉 那鋼索往後拉的時候 在1的這個位置 它的橡膠結構 還是 正常的 所以它就會 順利的 把這個 裡頭的這個 金屬圈拉住 拉住就提供了一個 適當的行程來操作這個變速箱 那可是當我排檔桿往後拉入檔的時候呢 鋼索是往前推 那鋼索往前推 如果2的這個位置 它的橡膠結構是好的話呢 它應該會拉住 這個裡頭的金屬圈 然後把金屬圈一樣往前推 推到 這個紅色部分 所顯示的這個位置 那可是現在就是因為 在2的這個位置的橡膠結構 它有 破裂 那破裂了之後呢 就沒辦法拉住 裡頭的這個金屬圈 那 裡頭這個金屬圈呢 就會拉在後面 那就像這個圖上 黃色所顯示的部分 原本如果要準確的入檔的話呢 應該要把 這個金屬圈 裡頭的金屬圈 推到紅色的這個位置 但是因為 這個 位置2的這部分的橡膠結構 它是 破裂了 所以 這個 入檔的時候呢 這個裡頭的金屬圈 只被推到 黃色的這個位置 那 等於說變速箱 入檔的結構這個部分 就收到的形成就比較少 所以就它就沒辦法很準確的入檔 甚至於入不了檔 甚至於連變速箱的 入檔 機構 都沒有推到 才會出現就是好像 排檔桿被橡膠 綁住一樣 就是 推到底 軟軟的 手一放開 這個排檔桿就直接 回到空檔的位置 這個店長 感覺起來是會幫 車主省錢的一個 佛系店長 他也曾經試著 試著要跟那個零件廠 就是看是不是可以只換那個 街頭的部分 那那時候 雖然那時候我有這個維修手冊啦 不過那時候我還沒有仔細看 只是就是 只是想說既然店長也願意幫忙問 那就是 跟這個零件廠 看好看看可不可以只換這個街頭的部分 不過零件廠那邊說那個是沒辦法 單換 那事後我把這個維修手冊調出來看 那的確也是 那現場看也是啦 就是他是一體成型的 那就是 金屬包橡膠 那他也不是什麼 有個什麼街頭可以 可以轉一轉 或者有什麼機構 可以直接給他套上去 那就是一體成型的 所以就 很環保的 必須把這個 變速的這兩條鋼鎖 就一起換掉 那葛菜零件不多 就很小的一些小固定環 這樣子 整個必須要整個換掉 花了幾千塊 整個修完之後我雖然 花了幾千塊 那當然 還是很痛嘛 這個 這個 喔 好啦 不過這十幾年的老 十幾年的老車 那 就是 如果壞我其實也是 也 就 就也不能說什麼啦 就是 就是這樣 好啊 不過 至少還了我一個清白 這個絕對不是我超車造成的 因為其實在 這一次 真的完全沒辦法操作之前 就 偶爾 偶爾在馬路上啊 就是 遇到紅綠燈 起步 那起步 入一檔之後 要入二檔 那有時候入比較快就會發現說 二檔 進不去 就是 排檔桿有進到入檔的位置 但是感覺引擎是傳來 一些這種 很高速的機件在 運轉或摩擦的聲音 所以其實是有徵兆的啦 只是 想說 車子老了 難免有一些 機件有磨損 那 會覺得說 他入不了檔就是自己再小心一點 那所以一開始都 覺得 對這個車子有一點內疚 就是自己操作不良 那不過 修完之後 這次檢修之後 真相大白 這不是 我的 這個 排檔的技術有問題 那這就是 車子老了 那 那也不是說 車子有問題 就是反正 車子是死的 人是活的嘛 那當然是人要配合車子 不是車子配合人 那車子老了 那就對車子 更有耐心一點 更細心一點 讓車子可以這個 用的 更長久 不管 這個車子再怎麼樣 就是 老車 繼續開 絕對 比換新車 環保 那 這個 每一台新車 在生產的過程 會產生 各種廢棄物 還有 那個 製造 碳 所以 不要再哈啦 換什麼環保的車子 反正就是有車 能開 能修 就是 哪一的性子 修 哪一的性子 開 這才是環保的王道 不要被廠商騙了 那 就是 出門在外 難免都會遇到一些意外 那反正 遇到一件事情 就學一件事情 那 就是 開車雖然 你說危險也危險 那因為 有車速嘛 有慣性嘛 那如果停不下來 或者是 突然停下來 都是很危險 那所以 就是在山路上 遇到狀況 就是 冷靜吧 那平常 就是 如果 有興趣有空 多理解一下 這個 車子 背後 運作的 原理 遇到狀況的時候 就 不需要 太慌張 就是一個一個 來做一個 故障排除 那只要還能動 還能轉彎 那總是有辦法回家的 祝大家 都是 快快樂的出門 平平安安回家 拜拜 比人效果彈性 嘿 他對 一直斷 喔 他頂 其實有點頂不住這樣子 不是 那你 你 你往 你往這邊搭的時候 他 夠長 對對對 一三五 你往這邊推的時候有沒有 你這樣子推 但是他 沒有 沒有做動 星塵 這個 這邊你這樣搭 有沒有 他現在沒有水電動 對 變成一個空隙 對 你搭 整個斷掉了 他算是一個 整個斷掉了 也算是一種傳動的機構 這個是 弄掉了 對 這個是選擇 你要一梳 二梳 三梳 四梳 還是五梳 八梳 這一個 你搭一檔二檔進去 是這個 所以說你一檔二檔 所以說你 一檔 一、三、五 你一、三、五都同檔嘛 同一個方向 二、四、八、九 就是這檔三、五、九 哦 好 空了 空了 清空了 馬上來喊救護車給他 清空了 紅燈 超了 紅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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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呼 哎呀 他吵進去 改你改你 他降車很有經驗 改你改你 他降車有經驗 改我幹嘛 去 去 沒有 沒有 等那個綠燈 灰燈 騎動的時候 跟他這個大車的騎動 你看喔 你看喔 你從旁邊啊 沒有 太早了 嚇一跳 看他要知道 他說 這張大遊覽車後面 中間隔個兩三排 這樣開起來 視線還算蠻舒服的 蠻開過的 他如果硬擠擠擠擠擠到 那個遊覽車後面 然後超不過去 就很快樂 喔喔喔 就踩到這樣 我感覺超高興 啊 就像這樣超勒 我聽到聲音了 有嗎有車嗎 哎呦 給我招手了 哇 我們現在在烏萊的對面 然後對面都是 擠滿了車子 然後你看到 有空 有空的地方 那是很大隔 在停遊覽車的 小隔都停滿了 還有在裡面 他車在 立體停車場裡面 轉來轉去 看一下小吊橋 然後 你看他在抓什麼 沒有東西可以抓 我不要往後面丟啊 好 那環山路上面 然後那個 對面就是 烏萊的老街 吃飯按洗澡的地方 然後 有看到吃飯了 有沒有洗澡 不知道 他一直要拍洗澡 我反正現在隨便亂拍 回去後製的時候 如果 可以在入民下 看到洗澡的話 那邊有洗澡 再把這個 福利送給大家 喝酒 在洗澡 吃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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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飯